最近河北省邯郸市驱州县的村民向我们反映 他们村子一到晚上这周边就会有机械的轰鸣声 让人是彻夜难眠 而更加让人痛心的是 大片的耕地遭到破坏 无法复耕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我们记者在当地的调查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钟 我们来到了这个河北省邯郸市驱州县的郊庄村 那么接到当地村民这个反映 时常在深夜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 会有非法驱途 那么我们刚刚到这个村子 就能听到这个轰鸣的机械的声音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 机械的轰鸣声几乎传遍了整个村庄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我们的记者关掉了新闻采访灯 趁着夜色寻声前往 在郊庄村的村东头 记者看到了灯光下繁忙的一幕 一辆挖掘机正在紧张的取土 记者灯光 记者发现现场人员并不多 但是他们配合起来却很娴熟 一辆自卸卡车 十来分钟就可以装满 在取土现场 至少有四辆卡车 不断地把取出来的土运出去 记者注意到 取土地点非常靠近住宅区 可现场却并没有村民围观 看来村民们对这种夜间取土行为 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那么这些土会被运到哪里去呢 记者决定跟随自卸卡车一探究竟 运土车辆出了村子 上了一条大路 几分钟后 一拐弯就进了附近的一家企业 整个行程不超过十分钟 企业里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 指挥车辆卸土 而传达室里有七八个人在打牌 不时有人出来换换稿 一切看起来是井然有序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邯郸市 曲州县城北的工业园区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交装村处近 那么现在的时间呢 是凌晨三点多 我们已经在这里 蹲守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自卸工程车 不断的把这个土呢 拉到这里 大概有13辆车 而且现在这个仍然在继续 每辆车的这个载重量 大概是30公斤左右 我旁边的这个厂子呢 是邯郸市一行车业 繁忙的取土运土行为 一直持续到清晨才结束 一行车业的工人 这个时候也开始整理 夜间运过来的土 那么取土为什么要在夜间进行呢 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 他们是在非法取土吗 一大早记者再次来到 郊庄村取土现场 夜里呢 由于这个光线太暗 那么对于取土现场的情况呢 我们观察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现在太阳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取土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宽 大概有50米左右 那么长宽 大概是50米左右的一个大坑 深度呢 目测应该有七八米的样子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 仅一路之隔 那么在这个大坑的旁边 还有一个同样的大坑 和这里的情况非常相似 从大坑周边土层的颜色和断面 不难判断出 这个坑绝非一次取土形成 记者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郊庄村东口的这两个大坑 尽管面积不大 但是每个坑都有七八米深 至少被取走了四万立方米的土 那么这两个坑取土之前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围观的村民 老乡我问一下 这个坑是做什么用的 以前是干什么的 以前是种地的 种了多长时间的地 从我小时候这种地 我也不知道种了多长时间 那这两个坑的情况 原来都是种地 是吧 就跟旁边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吗 你原来种什么的 种买的 这个跟种一样 买地的都是好地 按照村民介绍的情况 这两个大坑原来都是耕地 可如今被挖成了两个大坑 无法继续耕种 难道该土地承包户不知道吗 他们又怎么能任凭别人来这里取土呢 卖了 这位村民告诉记者 有人在这里取土 该土地承包户是知情的 因为他的地已经卖给了人家用来取土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 在当地卖地取土 竟然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取过土的一个大坑 深度至少有十米 那么像这样的大坑呢 在当地并不少见 那么这条路是东西走向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路的南边和北边呢 分别有两个大坑 尤其是这个路北的这个大坑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坑啊 目测大概有近百亩 那么这个深度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坑呢 看上去大概有三米深 目测的话 这个面积呢 大概有一百亩 如果按照一百亩来算的话 那个这个地方呢 被取走了将近十九万放土 一些村民对记者说 只要在地里出现明显高低不平的情况 就说明这些地方被取过土 这些在农村看上去最普通不过的土 为什么会被大面积贩卖呢 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一些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这些土主要是被附近工业园区的企业所收购 据知情人士透露 四年前去周县工业园区开始大规模建设 为了节省成本 园区企业需要大量的土来电房机 每立方米土的收购价24元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些人从村民手里买地取土 利润相当可观 知情人给记者算了笔账 这些所谓的土贩子 从村民手中买土的成本是4.5元一立方米 加上挖掘机两元 卡车运输6元 共计每立方米土的成本是12.5元 而卖到企业是24元 按照一晚上1000立方米的取土量来计算 这些人一晚上的取土纯利润就有一万多元 一般而言 土壤的耕作层厚度不超过50厘米 当地取土深度至少都在一米左右 耕地被取土后几年都无法复耕 所以并非所有村民都心甘情愿卖土 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 取土卖土在当地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夜间取土给村民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而对于此事更多的人还是敢怒不敢言 我脚都在那里 你这个黄儿过来不能睡 黄儿过来不能睡 吹不着叫 没人给你缓一缓 你村里老了你谁干嘛 这都是我的房 这是你的房 我看连五米都没超过 对你造成的影响你能说什么 娘我不敢说你 那你那歪不停我呢 村民的沉默使得非法取土行为变得更加无所顾忌 一些地方取土深度也从原来的一米增加了七米甚至十几米 被毁掉的耕地无法估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规定 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取土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者 需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隔壁呢就是建好的厂房 如果这个大坑也被用作这个厂区的话呢 我们反过来再算一笔账 十九万方土 如果说一亩地取一米的深度 大概取六百六十方 想把这里填满的话 需要从其他地方再挖三百亩土地的这个土 才能把这个大坑填平 第二天夜里 非法取土仍在继续 记者现场拨通了去州县国土资源局的电话 希望他们能制止此类行为 去州县国土资源局吧 是 夜间举报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 那么在白天工作时间 又有没有人来管一管呢 保护耕地是向基本国策 也是红线 却总有人敢于去挑战这条红线 原因呢 就在于挑战红线的痛感还不够 碰了红线呢 还有利可图 破坏耕地的行为 查证并不难 但是如果只把部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处罚跟不上 这红线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要让耕地红线真正画在大地上 就必须有触碰高压线一样 快速严厉 痛彻骨髓的处罚 只有失去的 远远大于得到的 才有可能杜绝破坏耕地的行为